布鲁克林科技高中的华裔学生谭日郎 近期在全美音乐教师协会举办的钢琴比赛上 获得了纽约州一等奖 他将成为唯一一个代表纽约州的学生 晋级下一轮美东地区的比赛 今年13岁的谭日郎现在是布鲁克林科技高中 九年级的学生 学习钢琴已经有八年 他说当初喜欢上钢琴是受到哥哥的影响 我的兄弟和我的弟兄们都玩 因为他们学习钢琴比赛 这声音非常有趣 所以我希望让它尝试 谭日郎说自己从学习钢琴以来 每天都至少练习两三个小时 在周末上是四到六 但在周末上 如果我常常没有时间 就只有两至三个小时 我去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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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次参加的比赛 谭日郎说 当时有些小的失误 本以为难过到第一了 当听到自己是第一名的时候 十分惊喜 谭日郎的父亲 谭家辉说 他们为这个比赛 也付出了很多 平时经常练琴到半夜 周末也都陪着练琴 对于今后孩子 是否会从事钢琴方面的职业 他们表示 并不会有什么要求 只要他自己喜欢的 就会支持 他在这个年龄 我觉得他应该很有 其他的机会 很多的发展 还有我们很相信 就是还有就是 很鼓励他有积极的梦想 就是他想做一点 什么积业的东西之类的 我们都会全力的积极他 所以我们不一定他是 做什么什么 才是好的 就是他自己 首先他喜欢 然后他才可以做得更好 一直教导谭日郎的钢琴老师 仲天表示 谭日郎能够获奖和他的天赋 以及努力分不开 那他是非常具有音乐表现力 还有想象力 二就是非常刻苦的练习 他这次参戴的曲目 都是非常intense 非常激烈 他在这个音乐表达的过程中 他表现的激情 拿见得非常到位 全美音乐教师前会 钢琴比赛是业内水准 最高的专业赛事之一 台日郎如果在美东赛区 比赛中获胜 将会有机会参加在德州 举办的全美总决赛 没有中文电视 大家说话道